第二百三十一集 将手中帕子谨慎小心地叠了起来 带血的地方叠到了中间 然后塞进一个空盒包里 将毒逼出来 是因为我留着这一滴毒血还有用处 不然我才不会费这个力气 几种中原罕见之蛇熬制成的毒药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白真真听得知泽蛇 真的没事 我可是听说大漠里的蛇十分厉害 不但蛇厉害 罗燕仁还会用独特的方法去养蛇 据说养成之后 那根本已经不能叫蛇 不但整个模样都起了变化 最主要的是 其身上的毒素要比先前厉害数十倍 白赫然点点头 夸赞且这个四妹妹 看来洪家人真是没少将 各国各地的禁文讲给你听 你说的没错 这种毒虽然来自于蛇类 但其毒素的浓度 已经远远超过蛇体本身了 这应该是用特殊的饲养手段 使蛇产生了变异 从而让毒素也产生变异 不过你放心 这世上还没有人能毒得了你姐姐我 论起毒这一脉 我才是祖宗 听他那样说 白赈赈方才松了口气 却又纳闷地问道 那毒是什么时候下的 你说罗燕毒医 哪一位是罗燕毒医呀 我怎么没注意到 君木林也有同样的疑问 白赫然告诉他们 就是站在苏化碗身边的那个婢女 在你们看来 她只是个平常婢女 模样俏丽 年不过二十 但是我曾走进公车 端详苏化碗时 顺带着看了几眼 那根本不是年轻的婢女 而是一位至少七十岁的老妇 君木林听得直皱眉 义容树 他摇头 不是 是吃要吃的 他一边说一边抬了脚步 继续往前走 同时告诉他们 那毒医能取代大巫师的地位 成为罗燕人的供奉 没有点大本事 又如何能够服众 想来这助言的法子 就是他的独门技法之一 就凭这一手 足以让他在一个小国立足了 他提醒身边二人 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就好 不要表现出来 你们知道我中了毒 姑且就让那毒医 以为他这毒下得 神不知鬼不觉 让他相信 我必然会在一个 特定的时间毒发 不管他给我下毒 是为了什么原因 给他主子出气也好 又或是有其他图谋也罢 总之咱们拭目以待 看看罗燕人 届时会有什么精彩演出 君木林听他这样说 总算将腾腾杀气 暂时压制回去 只是心里依然十分别扭 当着他的面 给他心爱的姑娘下毒 而他却连发现都未曾发现 罗燕独一的手段 竟如此了得 这得亏使他们家 冉冉在毒之遗数上 记高一筹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 这种滋味真不好受 她将她的小手握得更紧了 而此时的白珍珍 因为白赫染 居然不怕毒的这个事 又开始惦记起一个老旧话题 白家送去洛成养病的名额 能不能也给她一个 今日的招人公 从上到下都是一团戏气 皇后娘娘要收一女 不但奉为天赐公主 竟还要授下琉璃印 如此一来 意义可就不同了 手握琉璃印 未同嫡公主 又是未来的尊王正妃 单单是这个 未来尊王妃的身份 就已经够白赫染 在上都城内 横着走了 更何况 皇后娘娘 今日还准备锦上添花 以目前知识来看 白赫染位高权重 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招人公的工人们 心里都有数 今后带那白家的二小姐 一定同嫡公主 均灵犀一般无二 于是 当白赫染一只脚 踏入招人宫的大门 一众宫女太监 全都迎了上来 脸上挂着喜盈盈的笑 呼呼啦啦 往她面前一跪 高声扣礼 给公主殿下请安 公主殿下千岁千千岁 白赫染实在有些不适应 跪也就罢了 这个千岁之称 她如何当得起 于是赶紧抬抬手 快起来 我如今还不是公主 你们不该给我行刺大礼 更不该拜我千岁 这样的拜法 要是被外人看见 怕是会给皇后娘娘惹来麻烦 听了她这话 一个大太监乐呵呵地说 请公主殿下放心 别说招人宫里头的事 传不到外面 就算是传了也不怕 谁吃饱了撑的 敢找皇后娘娘的麻烦呢 奴才说句大不敬的话 就算是皇上听见了 他老人家也是不会介意的 君木林点点头 没错 母后决定的是 就算是父皇心里头有异议 他也不敢吱声 白赫染捏了他一把 也没再多说什么 只对那些宫人说 快带我去给娘娘请安吧 宫人们簇拥着他们几个 往正殿里头走 期间有人多看了白珍珍几眼 白赫染赶紧介绍 她是我的妹妹 今日随我一同进宫 参加宫宴的 这些在宫里做事的人 一个个的都很有眼里见 一听她这样说 便知这位妹妹 一定是同白赫染关系很好的 于是立即笑着问好 倒是把白珍珍 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终于进了正殿 陈皇后早已经等不及 都快追到门口来了 白赫染迈过门槛 直接与她走了个顶头碰 当时就被陈皇后拉住了手 硬生生从军墓里身边 给抢了过来 一边抢还一边说 你们两个来日方长 本宫同阿然可是难得 续续母女之情 练儿 你快站一边去 得让本宫跟新女儿 多培养培养母女情分 就这样 白赫染的寇礼 都没来得及行 就被陈皇后拉到凤椅上 并排坐了下去 这弄得她十分尴尬 连连推辞说 凤椅不是阿然能做的 让别人瞧见了不好 不好 陈皇后眼一瞪 本宫说你做的 你就做的 谁敢说不好 你虽是本宫将要认下的义女 但是你救过灵溪的命 灵溪的身体里头 流的是你的血 你在本宫这儿的分量 同灵溪就是没有分别的 这凤椅 灵溪从小就爬在上头玩 她做的 你自然也就做的 阿然 过了今晚 你就是真真正正的 天赐公主了 从今往后 给本宫拿出 你公主的气势来 白鹤染实在是 服了这位皇后 君灵溪的身体里 流的是她的血 这话听着 怎么那么别扭 就算是她给君灵溪 换过血 也不至于说的 这么邪乎 可陈皇后 却不在意那些个 她硬生生 将白鹤染 按在自己身边坐下 拉着白鹤染的手 各种嘘寒问暖 从白星炎 对她好不好 一直问到 临来之前 有没有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听说白鹤染来之前 还真没吃东西 立即就让御膳房 去准备 一定要在公宴 开始之前 先吃一顿 还说得很有道理 公宴上那些吃的 都是形式上的 都是为了摆着好看 而且男男女女 那么多人在 谁好意思 真动筷子夹肉吃啊 最多也就是 喝点酒意思意思 你这一天没吃东西 哪应付得了 那个场面 在母后这先吃一顿 省得一会儿饿了 白鹤染十分无奈 苦苦哀求道 娘娘 真不用那么麻烦 你要是真怕我饿着 不如弄些点心来吧 我最近减肥 不吃太多饭 尽些点心就行 陈皇后都惊了 你都瘦成这样了 还减肥 说完又想到了 一个关键之事 于是脸一板 不快地道 怎么还敢本宫叫娘娘呢 你如今应该跟灵溪一样 称我为母后 白鹤染赶紧起身 后退几步 跪到陈皇后面前 双手前身 以讹点地 认认真真的道 阿染年幼丧母 本以为此生 已无机会再向此母关怀 却不想尽得皇后娘娘 如此厚爱 受为一女 这与阿染来说 是三生之大幸 阿染靠谢母后恩典 忠此一生 尽忠尽孝 以报母后关怀 陈皇后这回没拦着 郑重地受了白鹤染三寇之礼 直到三个头磕完 这才又到 叫一声母后 咱们这个礼就算成了 回头宫宴上 本宫受你琉璃印喜 也就是走个行事 照告天下 你我母女情犯 从这一刻起 就是个开始 阿染 母后除了一枚琉璃印之外 也没有什么别的好送你 但是你记着 从今往后 本宫就是你的母亲 灵溪就是你的亲妹妹 不管你在宫外 遇着了什么委屈 只需进宫来同母后说 天大的事 得由母后来替你做主 白鹤染鼻子发酸 如今她也是 有母亲的人了 虽然这个母亲 得来颇为周折 甚至是不打不相识 但她打从心里 喜欢这位皇后 也喜欢她的妹妹 君灵溪 如此性情的女人 坐在凤尾上 方才是她之福 亦是东秦之福 她抬起头 看向陈皇后时 眼泪是湿润的 但嘴角却扬着 收不拢地笑 母后 她认认真真地 叫了这一声 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阿染会孝顺你 谢谢您给了阿染 一个完整的人生 陈皇后将她扶起 越看越是喜欢 两人坐在凤椅上 又哭又笑的 惹得工人也跟着抹眼泪 倒是白珍珍有些蒙圈 她小声问君木林 姐夫 这是怎么个情况 皇后娘娘说 她以后就是 我姐的亲娘 我姐就是她的亲女儿 那 你跟我姐 不也成了亲兄妹了 这身份有点乱呢 你俩都是亲兄妹了 还怎么成婚 岂不是乱了套 君木林抽了抽嘴角 小姨子呀 想当初 本王的爹 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本王的娘 说啥都要认这个女儿 没人敢来呢 你一听一过就算了 左右你姐夫我 不是皇后亲生的 你姐跟这个便宜娘亲 关系处得再好 外头的人 也知道是个干亲 应该没人会挑这个礼 白珍珍点点头 也是 就姐夫你这个暴脾气 谁敢挑礼呢 除非是她疯了 君木林切了一声 这 本王的脾气虽然不好 但要说报 那跟我九哥比起来 可差得太远了 那天 为了给你出气 生生把郭碧玉也给活蒸了 你说 谁能报过她 白珍珍捂了捂心口 别说了 太恶心了 君木林也捂了捂心口 你站我远一点 你身上那股味啊 实在寻人 白珍珍往边上挪了几步 一脸不高兴得嘟闹 什么味儿啊 我也没有香料啊 你们俩在吓头嘀咕什么呢 陈皇后的声音传了来 吓得白珍珍扑通一下就给跪了 陈皇后望下瞅了一会儿 又听白赫然给介绍了句 这才恍然 哦 你就是洪家的那个外孙女 来来来 抬起头来给本宫瞧瞧 白珍珍微微抬头 却不敢直视皇后 只向下看着鼻尖 鼻关口 口关心 有一种被送进皇宫 珍选美人的感觉 然后 就听陈皇后又说了句 不错 果然是个美人胚子 本宫瞧着合适 白珍珍窘了 这难不成真选美人入宫 开什么玩笑 她可不是来干这个的 于是没忍住 接了句话 启禀皇后娘娘 臣女是来参加公宴的 皇后娘娘 您可千万别想歪了 臣女才十二岁 还未到入宫的年龄 而且 臣女也不想入宫 毕竟家里有个姑姑 在后宫伺候 我在进宫就乱了辈分 大家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很是尴尬 臣皇后听得直糊涂 于是问白赫然 你这妹妹在说什么 白赫然扶我 母后见谅 我这四妹妹 思维比较跳跃 我估计她八成 是误会了您的意思 还以为您说 乔治合适 是想把她收揽 入后宫妃品队伍里呢 臣皇后都听乐了 这个孩子 还真是 跳跃啊 皇上都多大岁数了 还选什么 非品美人 本宫美得他 还给他操那个心 他看着白珍珍 忍不住笑道 快起来吧 本宫说 乔治合适 是乔治 你跟本宫的 另一个儿子合适 跟皇上可没什么关系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老神医夏阳秋 老朽在这里祝大家 吃麻麻香 身体倍儿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